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6月28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嘉晴 首先和大家过今天的新闻提要 英国驻港总领事说 与特区高层互动有困难 香港保安局长赞林则徐萧英救国 被指是错误理解历史 日本人蘇州遇集案 救人的校巴中国女员工相从不治 日本驻华大使馆下半期之外 详细的新闻内容 继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接连公开批评中国后 美国驻港总领事梅鱼瑞 周四在领事馆的活动上 当着中港高官的面前 指美国和中港在人权问题存在重大的分歧 坦然目前和港府高层的互动存在困难 但整体上仍然维持良好的沟通 听下李向阳下说报道 美国驻港领事馆 布特派员潘云东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书宜 和前律政司司长梁艾斯等 美国驻港总领事梅鱼瑞 致迟的时候说 在人权、价值观和民主等议题上 美国和中国和香港特区的领导人 还存在重大分歧 不可能在一晚之间就可以解决 相信相关争议会持续 但是在极具挑战的情况下 香港仍是推动中美互动的重要平台 是美国学生学习中文、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最好地方 希望美国和港澳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延续下去 在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 梅雨瑞说 民主派初选案裁决 强调美方的立场很清晰 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 因为和平表达政治主张而入狱 香港仍有机会对市民展现更多的同情心 希望香港就好像钟摆 可以恢复包容和开放 形容感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至于会不会在静低的任期 若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梅雨瑞说 美国和香港还存在政治分歧和差异 因为这样要更高层次的接触是相当困难 但是美国驻港领事馆和特区政府整体上 还维持良好的沟通 两地在民间 以至商业和投资的关系也都相当牢固 王伟伦致辞的时候回应 美方不应该因为误解和错误信息 令到两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伙伴关系 产生负面的影响 他强调香港会保持开放、包容、尊重法治、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先后在华尔街日报 和在上海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的时候批评中国 包括指责中国通过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 来支持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形容是一个重大错误 也都再次公开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 认为北京煽动民族情绪 导致中国社会仇外气氛一再高涨 中国外交部事后反驳白欣斯的指控是不符事实 赵亚洲电台记者李向阳下说报道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早前的禁毒先驱 林则徐萧嫣救国论惹起争议 本台翻查官方资料和历史文献 当年的清朝阴差大臣林则徐萧嫣 并不是单纯为了禁毒 用现在的术语就可以一场贸易战 他禁绝的是羊烟涌入 导致大量的白银外流 令到国富亏空 但却没有反对国产的土烟 在林则徐满年 眼见全国鸦片禁之不绝 反而鼓励土烟驱逐羊烟自负 维护国家经济稳定 有学者向本台分析指 担心官员的宣传盲目力消民族主义政治正确 而无视史实 对教育工作者带来压力 而且禍害下一代 听下下说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星期三出席一个官方禁毒活动 都不忘宣传外国教育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今年应该是我们府门 185周年 多年我们禁毒先驱 林则徐少年救国 为国家以致我们国际禁毒工作 拖除了历史 有关林则徐 为了禁毒救国英雄的说法 邓炳强去年7月 在微博和小红书的官宣都有说过 他一心为国为民 看见当年过库空虚 鸦片委婉 因此从英国商人手中 缴获了大量的鸦片 然后在河门那边把它消围 他当年面对西鸦片院的人的反对 英国商人的反对 还能停得住 真的不容易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 我肯定跟他说 历史学者又怎么看呢 香港著名历史学者蕭国健向本台说 林则徐禁止杨烟的背后 原因并不简单 看一些历史文献曾经记录 英国看重中国庞大的鸦片市场 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 所垄断的中国贸易 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 由于社会毒瘾成风 加上国产鸦片质量不及洋放 每年数以万箱的鸦片进口 令到中国流失几千万真金白银 迫使清廷对进口鸦片颁布禁令 并且加征重税 但是都滴不过鸦片暴力的食水滋味 官员勾结相反贪污腐败 鸦片输入无日无之 中国研究林则徐的重要文献《林则徐全集》 曾经记载鸦片战争之后1847年 复职之后担任陕西巡护的林则徐 曾经在一封书信里说过 其意以内地栽种瘾熟于是无防 所恨者内地之民是羊烟而不是土烟 若内地果有一种附庸 盛于羊饭即熟不愿买箭而食 当中反映林则徐由禁烟 改为鼓励以国产土烟来抵制羊烟 而他担心的是获货不受欢迎 提到帝孔始终吸烟之日未必回心回内耳 而事实上晚清的确开展了鸦片合法化 鸦片技术亦都越来越进步 历史学者前香港考评局经理杨永宇说 由此可见林则徐燒烟最大的目的 并不是打击毒品 如果市场中国人去占领它 所以就打算在内地里面更硬收 让本地人可以有本地消费 那一百元就不需要继续外流 所以你将它打成一个英雄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是错的 杨永宇更加担心 香港高官如果盲目跟随大陆官宣主旋律 硬销大民族爱国主义 林欣胜、陈兆卓等三人被通缉 另外四人被捕 自不挪用余4500万捐款 然据英国的正身书院前校长 陈兆卓首次发文回应 否认指控 听下陆南财报导 身处美国的林胜熙 就承认陈兆卓发文之前 曾经有给她看过 她大致同意内容 有指警方的调查会还他们清白 但表明二人拒绝回港投案 警方在今年1月召开记者会 公布正身董事的案情之后 正身董事会经过多次改组 林欣胜、陈兆卓辞职 政府在6月18日再次强烈谴责 指正身会五名新董事 不可信、姑息养奸、包庇潜逃者 陈兆卓在6月27日发出 《给支持正身会及正身书院朋友的信》 并以《为什么我们保持沉密者摸狗》为题 回应指控 陈兆卓指 警方在开记者招待会之前 完全没有和她作出任何联络和咨询 法律顾问离职 公司秘书和审计师 也因为警方调查而需要停止和他们联系 他们也得不到相关的文件 而正身会所有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导致所有交易和日常运作都无法进行 陈兆卓和林欣胜4月辞职之后 已经去银行办理更改签名的手续 但是有关的单位未能配合 所以手续未能办堂 所以正身会的资金完全动不了 正身书院将于7月7日停办 他指这是痛苦的决定 希望支持者谅解 但正身书院的校监崔康常回应 《杂志社》查询时 就反驳陈兆卓的说法 他指最少有一个正身会名下的银行户口能够运作 而员工一月份的工资和营运费用都是由那个户口支出 崔康常又说户口注不了名的说法可笑 对于警方指他早在2020年已经整理个人资产 准备卖楼移民 陈兆卓在信中提到 他在2021年向正身董事会提出退休并移居英国 但董事会建议他去英国继续施工 所以之后陆续将正身的资金调往英国 正身书院是正身会下的组织 由正身会拨款支持书院的营运 书院在2020年10月宣布财政告急 接着三个月筹得超过4500万港元 据正身书院的财务记录显示 到2022年正身书院再度检验正身会钱 但同时正身会持有超过相当于4000万港元的外币 对于正身会为什么不活款支持书院的营运 另一名被通缺的正身董事林希胜 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不断重申 就是我们手头收回正身书院还给我们的钱 正身会很穷 我们死限死低 用在真的要用的地方 对于正身会被指 曾转仗到海外的资金多达5000万港元 林希胜就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绿蓝财报道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一对日本母子 日前在等候校巴期间遇襲 54岁的中国籍校巴女员工胡有平 力了持刀兇徒上车继续伤人 以至身众多刀 留院抢救几日后终告不治 苏州市公安局赞扬胡有平挺身而出 展现应用无为的崇高品质 提请市政府向他追受 苏州市建议勇为无犯称号 另外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在苏州的日本人 自发对胡有平募捐 目前的捐款已经超过4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日本Sony的苏州工厂捐了100万元 听下李向阳宋子杰报道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 一名日本女子带着学龄前的儿子 去接另一名小童放学 在等着日桥学校的校巴开到巴士站那时 一名中国籍男子突然迟都上前撕集 男童背部受伤 她母亲亦都被割伤 伤势都未危及生命 但校班女员工胡有平 上前阻挡兇徒那时 不幸被刺至重伤 行空的52岁姓周男子 其后被捕 犯案动机未明 据都市快报引述遇襲的日本女子说 胡有平阻振兇徒被刺伤倒地 她和儿子才可以趁机避开襲击 有目击者说 胡有平先拉住兇徒 然后从身后抱住 兇徒反手将他刺伤 即使对方倒地仍然没有停手 之后被其他市民 途经的司机和巡警制伏在马路上 目击者说 若当时没有人拦住兇徒 将会有更多人受伤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下半期之埃 并在官方微博表示 经文胡有平女士 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我管心感痛惜 并指胡有平以一己之力 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婦佑 相信他的勇气和善良 亦都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 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 圆拒安息 郝悠平在此旅选拒绝 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代表 中国外交部早前说 对事件表示遗憾 而警方初步判断是一宗嘔发事件 蘇州市公安局发布公告 指当日胡有平在蘇州高新区 塔原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 发现有人持刀行空 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 被疑犯连刺己刀 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公告赞扬胡有平在其他人面临严重生命威胁时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展现出英勇无畏 康扶正义的崇高品质 有力弘扬了社会正气 中国不少网民留言表示哀悼 指国内没有一间媒体 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他是英雄 任何网故事实质疑的人都应该羞愧 救人就是救了 不应该受到诋毁 不应该将关注点放在他救的是哪个国家的人 在他冲出去的那一刻 根本不会考虑国籍之旅的问题 他只是想保护那对母子和校车的孩子 总算给了他的名字和通报 网络如情不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向阳 宋子杰报道 周四晚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中 拜登和特朗普就多个议题 包括对华贸易政策展开辩论 特朗普还指责中国 正在杀死美国 中国的官媒删除了有关对华政策部分 集中报道两名候选人的互相攻揭 以及两人的年龄问题 有中国的网友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中国的官媒明显在引导中国大陆的舆论方向 将美国的民主制度 塑造成混乱和失败 听我吴亦彤宋子杰报道 美国时间星期四晚在美国阿特兰大CNN总部 举行了今年美国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就经济前景 堕胎权、俄乌战争、移民、外交政策等议题 展开唇枪涉剑的辩论 当被主持人问及美国药物滥用危机时 特朗普批评北京 他们正在杀死我们这个国家 美国彭博社认为 拜登和特朗普都试图对中国表现出强硬态度 例如对中国加大贸易关税 以吸引希望保护美国就业的选民 中国官媒《新华网》、《中新网》 以及其他媒体《财新网》、《凤凰网》等 报道了这场辩论 但都屏蔽了关于涉及中国议题的部分 《新华网》的标题是 《拜登和特朗普相互炮轰》 文章说两人展开了口水仗 言辞激烈、情绪激动、甚至人身攻击 《中新网》就说 拜登和特朗普展开激烈对抗 互相指责 虽然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 这场辩论的消息未被封杀 但怀疑官方对相关评论进行因选审查 大多出现在中国官媒账号下的内容 都是嘲讽和气弱式的评论 凤凰网的微博还启动了博主精选功能 差不多在美国总统辩论的同期 北京时间星期五 和平共处五行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 并且在和平共处五行原则的基础上 加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 中国一众喉舌媒体报道了习近平的讲话 另外亲政府学者金灿荣也转发了相关内容 但并未获得好像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一样的关注度 一位来自中国国内不愿实名的年轻网友李先生向本台表示 他翻墙在海外平台收睇了美国总统大选辩论 对于官媒炮制和官方大风向 将辩论引向混乱、人身攻击等 他认为政府是大风向 要诋毁多党竞争制度 而很多觉醒的中国年轻人都期待拥有选择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自由 我们中国的很多网友嘲讽这场辩论 我觉得是中国政府带风向的结果 特朗普和拜登的互相接断和唇枪舌箭 在我们中国何时出现过 中国的领导人都是通过中国人大的举手机器同意出来的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没有 所以我向往看到这种真实的辩论 了解这些候选人面对各种真实议题的策略和能力 然后投出自己的一票 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有这样的投票自由 在波兰的中国留学生Lisbert 多年来坚持组织《华沙六四》纪念活动 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 认为很多嘲讽这场辩论的中国人 还未理解民主的真谛 今年我们在海外组织抗议活动时 也会遇到小粉红 他们也会嘲讽我们陀螺 不理解民主国家 走上街头是公民的权利 就像今天互联网上很多中国网友 不理解民主国家 为什么总统候选人还要在电视上辩论你 我真的很希望中国的年轻以来 能从这样的辩论中明白民主的真谛 公民可以用选票说话 并且明白民主制度 拒绝独裁国家的暗像操作 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会在9月10日举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逸彤 宋子杰报道 接下来有几只新闻简讯 香港47人案被裁定罪成的被告之一 并因七一立会暴动案正在服刑的周嘉诚 被指擅自透过律师胡永斯寄出投诉信 两人被起诉一项 将美京授权物品携离监狱罪 裁判官周五裁定两人表证成立 案件押后到7月2日结案陈迟 胡永斯原有条件保释 周嘉诚則继续还押 控方表示表格是获授权的物品 但需要经承教保安检查 才可以获授权寄出 辩方則指控方错误理解监狱规则 强调规则不等于法例 并无法律基础 吐龙队成员等人 涉切至炸弹案周五继续在高院审讯 控方传召揭处被告賴振邦手机资料的 辞任数码法理监证警员出庭 他公称当时以软件Celebrate 从一部在賴振邦工作室找到的手机 揭取资料 以及将被删除的Telegram信息复原 警员在庭上确认 在进行相关的资料揭取时 自己并未取得该软件的相关资格 又说无论有没有该资格的认证 监证上述手机的过程都没有差别 今年是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70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五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他表示 现在较以往更加需要弘扬和平共处五原则的精神内涵 并宣布中方将成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千个奖学金名额 十万个研修培训名额 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 有分析指中国有将全球南方武器化的倾向 并以此作为对抗美国和其盟友的基础 和新的全球愿景和全球秩序 英国人权组织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 指责中国快时尚品牌Shin 在新疆的棉花供应商 涉及维吾尔人强迫的劳动 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阻止它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路透社》和《卫报》报道 代表该组织的人权律师事务所 已经去信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要求拒绝Shin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而Shin就发表声明说 对强迫劳动一向采取零容忍政策 并且致力尊重人权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在香港 daddynt 回到香港 到香港 八月 到香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